这个视频主要介绍液晶电视的原理, 其中也会顺带介绍一些故障分析。 因为不想把视频做得很长, 所以故障分析会在下一个视频介绍。 让我们从拆开的液晶电视来了解一下工作原理。 这是一台拆开的LG47英寸液晶电视。 右边绿色部分是主板, 上面有处理器、射频模块等。 主板上有天线接口、 HDMI、网络、视频音频等接口。 中间这个是电源和LED背光驱动板。 这个型号的电源和LED背光板是集成在一款板子上。 有些型号电视机的电源和LED背光板是分开的。 电源板最明显的接口就是电源线的插口。 LED板最明显的特征就是LED背光的连接线。 中间下部是T型板。 是TFT液晶屏的驱动板。 T型板。 一头连接主板, 另一头连接屏幕。 形状像一个倒梯形。 所以叫T型板。 可能叫屏幕驱动板更贴切一点。 主板、电源LED背光板和T型板是液晶电视背面的主要部件。 掌握了这器官板子的原理, 就可以判断故障并进行维修。 其他部件包括按键、扬声器、 红外接收模块和WiFi模块。 了解为背面。 让我们看一下前面的屏幕组成。 屏幕组成主要由五个部分组成。 从正面到背面分别是 液晶板、 塑层光膜、 反光纸、 LED背光条和金属背板。 下面将拆开屏幕足够看一下。 TFT液晶板是屏幕组成最外面的一层。 拆下来时会带着 扁平的信号线和狭长的电路板。 TFT液晶板是玻璃材质。 很脆,很容易损坏。 移除时建议用专门的工具。 液晶屏下面是光膜。 这台LED电视有四层光膜。 掀开光膜后, 就可以看到白色的反光纸。 反光纸下面是 直接安装在金属壳上的LED背光条。 图像显示系统通过控制 液晶板上面的薄膜三级管, 也就是TFT。 有选择性的让红色、 绿色或者蓝色的光线通过, 从而形成了需要的彩色图像。 看完了实物拆解。 让我们看一下系统结构图。 下面将逐个介绍。 电源系统、图像系统、 背光系统和声音系统。 这是系统结构图。 电源板负责将外部输入交流电源转换成 主板以及其他模块需要的各种直流电压。 有些型号主板也提供电源给LED驱动板。 电源板损坏将造成电视无法开机。 即没有图像、没有背光和没有声音。 主板是中枢, 负责大部分的信号处理、切换和控制。 图像显示系统主要包括 主板、梯形板和TFT屏幕。 以RF射频输入为例。 图像信息由RF接壳输入。 经过主板处理。 再经过梯形板驱动屏幕。 主板和TFT液晶屏是图像系统里容易损坏的部件。 主板上元件和接壳较多,容易塑导物理和电器损坏。 TFT液晶屏是玻璃材质,容易塑导物理损坏。 LED背光系统主要由LED驱动板和LED背光条组成。 同时,LED背光也受到主板的控制。 LED背光条上的LED通常工作在最大极限电流状态。 所以LED背光条非常容易损坏。 LED驱动板工作在高压大功率状态,也比较容易损坏。 声音播放系统主要包括主板和扬声器。 扬声器是被动元件,一般不容易损坏。 没有声音一般是由于主板故障造成的。 另外,电源板附着整个电视机的供电,这里容易损坏的部件包括 主板、电源板、LED背光驱动板、LED背光灯条和TFT液晶屏。 液晶电视的原理就介绍到这里。 下一个视频,我们将介绍液晶电视的故障判断。 如果这个视频对您有帮助, 请点击订阅支持我。 谢谢。 下一个视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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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个视频道。